澳门城市大学 前身为成立于1981年的斯利东亚大学 是澳门开部400多年来 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正式大学 于2015到2016学年 成大成盟特区政府会员 重返创始校园办学 为适应日益多元的人才培养要求 澳门城市大学致力建设数字化校园 自行管理系统使校务工作高度数字化 极大的提升了教职员的办公效率 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减少校园纸张的使用 此外 无线网络系统全面覆盖校园 校园一卡通 方便学生使用自助打印服务和自助借环书 澳门城市大学图书馆 在2016年12月15日正式投入使用 引进学习共享空间概念 让学习更舒适 更多元 图书馆面积约3600多平方米 藏书量可达10万册 馆内同时设有多功能会议室 供学生使用 进行小组学习和讨论 澳门城市大学十分注重师资队伍 目前授课教师中于八成拥有博士学位 更研聘了海内外著名学者作为大学客座教授 澳门城市大学现设有六个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商学院 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 教育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和公开学院 开设全日制学士学位 硕士 博士学位课程 而为配合在职人士的需求 继续教育学院也开设晚间学士 硕士和博士课程 此外 学院会不定期举办短期培训课程 供在职人士进修 及拥有澳门最大的标准化英语考试 包括TOEIC TOEFL及SAT的考点 澳门城市大学也建立了优秀的研究团队 现设有经济研究所 博彩旅游研究所 澳门发展研究所和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这些中心的研究成果屡获奖项 为澳门的社会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在不久的将来 澳门城市大学将开设法学院 城市管理学院 普与国家研究中心 澳门一路一带研究中心 以满足澳门社会的人才需求 澳门城市大学一直致力为学生开拓实习和对外交流机会 包括本地业界和海外机构 如迪斯尼 迪拜和法国的海外交换计划 澳门城市大学希望在依山傍海的新校园 翻开办学新篇章 为澳门培养更多优质人才 字幕作为主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